買房子大家很在意 房子乾不乾淨 有人在自己的房子住了四年 轉手賣掉的時候 新任屋主才發現 原來過去四年 他住的都是凶宅 他氣得再跟前任屋主要錢 竟然還賠得到 永和這間二樓公寓 看起來很平靜 不過十年前 卻發生轟動一時的 老夫沙少妻的命案 這間公寓也成了 名符其實的凶宅 只要是現在 他要求前屋主給他錢 前任屋主好像不願意 他說錢的處處不夠 意思就是說 你要嚴教我才要 要我再另外 就是有些那個就是 前任屋主林姓富仁 去年接獲現任屋主 要求解約道歉的存證信函 以及新聞報導和判決書 這才知道 自己住過的四年房子 竟然是凶宅 因此控告 賣房子給他的屋主 和房仲業者 求償180萬 根據了解 尤信前屋主是以351萬的法拍價 買到這間公寓 後來林姓富仁 透過房仲以430萬接手 由於房價飆漲的緣故 他又以520萬脫手 至於被告的尤信前屋主 和房仲業者 覺得冤枉 表示根本不知道賣的是凶宅 沒有刻意隱瞞 不過法官認為 把房子轉手他人 就要負起物件瑕疵 擔保責任 而依市場行情 凶宅會減少三成價值 當時尤信前屋主以430萬賣給林姓富仁 所以林姓富仁可獲得129萬的賠償 而房仲也應該要退還4萬塊的服務費 中天新聞 簡證書陳凱傑台北報導